就是NIMBO這一支機器人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外骨骼的系統 可以藉由我們不同的配件 去固定病人不同的關節 例如肩軸彎寬膝懷這樣子 固定關節之後 我們機器就可以帶動 或者是讓病人做一些主動的動作去偵測 那我們就可以協助病人做一些 關節活動的訓練 或者是肌肉力量的訓練 然後藉由一些數據上的回饋 治療師跟我們的這個病患本身 就可以去了解他們活動的狀況是怎麼樣 在做復健的時候 我們最常遇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病患他有時候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或者是他不知道他自己處理的大小 到底到什麼程度 運動到的關節活動的角度到什麼程度 那對於一個剛開始初期的病患 他可能還伴隨其他的一些干擾因子 例如說他會疼痛 他這個本體感覺比較差 那在這個時候 我們可能很努力醫生叫他說 加油出力 但是呢他做不到 他不知道他自己有在處理 那如果我們可以藉由機器上面的一個 這個圖像或數據的回饋告訴他的話 他就可以知道我在出力的過程中 我確實有出到力 我出的力有沒有符合 醫師治療師給我的期待 開過招或者是這個神經中風丸的 他們不見得感受得到他肢脂肌上的關節活動 能夠讓病人在術後 當天或者是第一天 立刻就知道說 啊我其實我到底在訓練什麼東西 我到底要怎麼樣去使用 這個是很重要 我們會希望早期使用 對病人前期的這個進步會很有幫助 那有一些病人他是因為到後面已經遇到瓶頸了 就說我經過傳統的訓練練 欸練得好像也還不錯 但是我最後要回歸職場的時候 我遇到一些障礙 我覺得我有一些東西沒有辦法達到百分之百 那這個時候我們也可以藉由機器的數據分析 告訴我們說 欸你到底是哪一段做的特別不好 那這一段我們就可以做一個加強訓練 我們最早使用的時候主要是一些骨科的病患 例如說這個骨折術後的啊 韌帶這些修補術後的病患 但是我們近期也漸漸發現說一些 神經學方面的體面能力 例如像這個中風 腦外傷 其實在做這個所謂的肌肉力量訓練 或者是這個關節活動訓練的時候 它也都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效果 使用這個東西 它還是要有一些背景的醫療知識 如果說這個病患或者是家屬 本身能夠有這個意願學習 那我們這個東西推到居家 我覺得會是未來的一個很重要的趨勢啊 專業的人才在發展這些所謂的科技的項目 它的確對於整體的醫病的幫助是很大 有志於在這個領域發展的人 都可以跟這個醫院 醫師做一些相關的合作 去開發出更好的商品 然後讓我造福我們的病患這樣子